反贪会早前逮捕两人 调查雪州彩沙项目的贿赂案之后 昨晚搜查一名政治人物 用来藏赃款的安全屋 结果搜出了大笔现金 是的 反贪会消息人士 向首邀媒体集团证实 被搜查的安全屋 是一间位于吉隆坡的公寓 执法人员昨晚10点上门搜查 以调查一名政治人物 涉及的贪腐案件 结果当场搜出了150万新币现款 大约500万令吉 消息指出反贪会早前逮捕 一名嫌犯注查 这名嫌犯透露了 有关安全屋的讯息 让执法人员的行动有所斩获 初步调查显示 公寓是由一名商人诸下 主要是用来协助政治人物 存放赃款 而这些钱据说会作为政治用途 反贪会已经充公这笔现金 作为证据了解 反贪会早前逮捕的两名嫌犯 其中一人是雪狼儿州大臣机构的 前高层人员 另外一人是商人 两人涉及一宗数百万令吉的贿赂丑闻 案件和雪州大臣机构的 一项彩杀特许经营权有关 二人 Biggest 五人 二人 一人 七人 七人 三人